好,現在呢,這個大家終於有用到白板了 好,旁邊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我先把它拿掉 OK,來,你們可以這樣子 還記得我們早上一開始跟各位講 你可以點我的大頭 你就會follow我 然後呢,我走到哪裡就會跟我看到哪裡 這樣了解嗎? 好,來,有人跟蹤我了 好,你看我在看這裡 我放大一點 有沒有,你也跟著放大 這樣你就很清楚我看到哪裡 不用廣播也沒關係 好,來,這個是我的 來,我們看看這一位的 喔,這個老師他沒有 老師應該是用平板 對不對 還是,你沒有做高畫質輸出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面看喔 來,來,來,你看 我把這個滾下來滾下來 好,這邊還有一位老師的 我就移過來 你們是不是就知道我在看哪裡了 對不對 喔,唉唷 哇 這位老師 你平常是那一點 琴棋舒嬅都很厲害喔 哈哈 老師想看看 我們今天才上多久的時間 既然就可以做到這樣 這樣會很過分嗎? 很過分喔 哈哈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 美感天真 哈哈 也就是說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要的這個工具 是幫助大家實現出來 對不對 好,很好玩吧 來,我們再看一下 下面下面 好,這個比較大 我們就把它縮小一點 沒有關係 喔 你看,大家都很會 想辦法出去外面玩 有沒有 那我跟老師說明一下 我們燈光打得越多 跟我們真實的世界一樣 你想看看喔 我們是不是有一盞燈 就會產生一個影子 我們實用餐廳也是一樣 所以當你的燈打得越多 它就會有越多的陰影出來 所以你的陰影會變得越亂 所以有些時候 其實你在打燈的時候 也要注意一下喔 不然你會感覺到 哇,我的燈好像很多 沒有錯 但是呢 陰影有點亂 好 那另外老師這邊也有 有沒有 像這樣 也不錯啊 只是他們家稍微比較暗一點 所以等會 要打更的 哈哈 像這樣效果就會比較好 這邊也一樣 對不對 老師只是剛開始比較空曠而已 對啊 可是你看 他們家的這個鋼琴椅 就是從外面拿進來的 就是我們 剛剛去找的那邊 好 因為 他下午又重做 嘿嘿嘿 好 這邊也有了 你看你看 我們看這裡 這裡 這裡 喔 這個老師 請問 你們家是躲在哪裡 哈哈哈哈 欸 我有發現他有一個問題 這個 貼圖不夠大張 你有沒有發現的 有沒有拼貼 有齁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不然這樣會露出破綻 讓人家知道 你真的沒有出去玩 還申請補助 這樣不行 呵呵 好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哇 這位老師也很厲害 有沒有感覺 他有用到屏風 欸我們其他老師都沒有用到屏風的 他裡面那個屏風 這個 我裡面應該也有 但是這個應該是外面找的 是嗎 老師這個 這一起像欸 楊老師欸 不是 像的 線上的 喔 好好好 都好厲害 哈哈哈哈 人家還有鏡子喔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裡有鏡子來反射 有沒有反射到我們這個屏風 所以你看看 講到現在為止 你可以真的告訴你的朋友說你會3D嗎 你沒有感覺到我們時空做到現在 我只會2D嗎 可是3D不小心就可以做到那麼多 因為你要想看看 光是鏡子要反射這件事情 我們在3D標準的軟體裡面 你就要會射材質 然後會射反射貼圖 這樣有感覺到我以前的心酸血淚了嗎 我以前 大學的時候 開始學豆子下的3D Studio 那時候是豆子的 就是現在的3D Max 但是 你就會發現 哇以前要做這件事情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們用的Swim 3D 真的變簡單了 好 那我們再看看還沒有其他老師 喔這裡還有一個 潘老師的 雲刀也不錯喔 它也是復古風的 對不對 像這樣 齁 對對對 好 所以 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順便感受到我們CAMBA追蹤的那種 白板的一個 好玩的地方 好 那請問你 CAMBA的白板如果你要取消追蹤要怎麼辦 如果是我被追蹤的我可以按這裡解除 如果是你自己 只要你自己按Ctrl加滑鼠滾輪縮放的 你就自由了 為什麼 因為你用你自己的顯示的比例去看 那就代表你不要跟著我了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你就 你就會這邊就會自動弄掉了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看 點我的大頭 然後你只要加上滑鼠滾輪 Ctrl按著加滑鼠滾輪去改變比例 就自動解除了 所以最上面有一個正在追蹤 對對對 因為我是被追蹤的人 所以你的顯示會跟我的不一樣 你的顯示會顯示你在追蹤誰 對對對 好 所以我是覺得CAMBA這個白板的功能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尤其像我們有時候 像這樣看作品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我看哪裡 我假設又沒有廣播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這種來做一個替代 好 那這樣子 就剩下最後一個任務了 做攝影機動畫 對不對 好